他出生于英格兰 在生意扩产后 却自封为美利坚合众国皇帝 还下旨解散美国国会 打算另立中央 他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曾多次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寄出情书 没想到还收到了来自俄国沙皇的祝福 有人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却也有人对他爱戴有加 在旧金山这一米三分地上 他的权力甚至高过了美国总统 那么他究竟是疯子还是野心家 他最后又迎来了什么结局 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聊这位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皇帝 约书亚 亚伯拉罕 诺顿 19世纪初 对英国而言绝对是比较艰苦的年份 于是英国虽然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 但多年积攒下来的家底也全部消耗一空 国内经济急速倒退 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各种有组织的或美组织的暴乱时有发生 1820年 时任英国首相罗伯特觉得 与其留着这些人在国内捣乱 不如把他们送走祸害其他人 就这样 四千多名英国人登上了前往南非好望角的轮船 而在这群人中就有一个名叫约书亚 诺顿的小男孩 约书亚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 因此在长大后就离开了这里去英美闯大 直到1848年他在国外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这才回到了南非准备继承遗产 但他没想到父亲经过多年打拼 不仅没有留下任何家底 反而还负债累累 他不仅没有成为富二代 还直接变成了富二代 一气之下 约书亚变卖了所有财产来还清债务 乘船前往了自己的应许之地 美国旧金山 当时的旧金山有着大量前来淘金的人 但约书亚并不在死裂 他来这里是为了给这些人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 短短两年时间 他就从这些淘金者的手中赚来了一笔巨款 个人资产从原本的4万美元增加到了25万美元 正式踏入了美国上流社会 就在这时 他从朋友的口中听到一个消息 中国出于某些原因将要停止向美国出口大米 按理来说大米本身并不是什么稀缺资源 中国不卖也有其他国家卖 但约书亚偏偏认为这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机会 还拿出全部身家 以12.5美分的价格来购买大米 结果他的大米还没到达旧金山 就有人从日本运来了整整70串大米 旧金山的米价直线挑水 跌到了3美分 这次失败的投资让约书亚变得一无所有 从此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直到1859年 一个衣着奇特的人突然扣响了旧金山晚报的大门 正是拉开了美国皇帝这场闹剧的帷幕 一个出生于英格兰的人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当上美利坚合众国的皇帝 或许约书亚的故事能给你一些启发 1859年9月17日 旧金山晚报的主编乔治废奇 正在思考明天该在报纸上刊登什么 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流通很慢 每天能够登报的新闻少之又少 很多时候都只能靠边 就在这时 他听到有人扣响了自己办公室的大门 在看到来访者的衣着之后 有着许多年从业经验的废奇 一下就意识到大新闻来了 只见来人上身穿着一件颇有年代感的风衣 下身却穿着一条灰黑色的矿工长裤 头上还顶着一顶帆布帽子 整套搭配充满了后现代主义色彩 一看就是人类高质量男性 事实也的确如此 因为这位造型奇特的来访者 正是失踪已久的约书亚 而他来报社的目的也不是投稿 而是要刊登自己的登基照书 并愿意自己出广告费 苦于没有素材的废奇主编 一下就被这件事吸引了 他当即答应了约书亚的要求 并表示自己愿意为陛下 效全马之劳 区区广告费不要也罢 就这样 第二天的旧金山晚报上 就刊登了一篇标题为 皇帝来到了我们身边的文章 而约书亚从此以后 也有了另一个名字 美利坚合众国皇帝诺顿一世 如果放在现在 要是有人敢在美国称帝称王 那么等待着他的 很可能就是被送进圣玛利亚医院 好好治疗一下 但在那个年代 娱乐本身就不发达 而且当时的美国 还正处于南北战争前夕 社会氛围比较压抑 因此当旧金山人民 在得知了自己身边 竟然出现了一位皇帝时 立马就陷入了狂欢 很快 热情高涨的市民们 就集体来到了陛下的皇宫 一个仅有5.5平方米的 简陋公寓前面上 当时驻守在旧金山的 美国陆军军官们 竟然也赶来凑热闹 但他们在看到陛下的衣着时 却勃然大怒 当即表示 我们美利坚的皇帝 怎么穿得如此随意 急忙命人送上了 欧洲海军元帅礼服一套 杜铜兼奸章一对 以及一顶红色军帽 得知陆军军官已经截足先登后 旧金山的文官们 也老王八搬家憋不住了 一名市政府公务员 急忙赶来觐见 为表忠心 他表示 一旦陛下的衣物出现破损 他都愿意无偿修补 本来 这种事情 大家也就是图一乐 过几天 或许大家就会把这个皇帝 给忘了 但当时谁也没想到 诺顿一世 竟然会陪伴旧金山二十多年 还真的成为了旧金山 这一亩三分地上的皇帝陛下 诺顿一世 在当上了皇帝之后 做了什么 旧金山的市民们 就是如何看待这个 从天而降的美国皇帝 登基之后 皇帝陛下就开始打算 治理好美利坚合众国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旧金山晚报上 刊登了自己的圣旨 要求立刻解散日益腐败的美国国会 不过 华盛顿的这群逆臣们 却纷纷对此视而不见 看到自己的旨意未未执行 皇帝陛下又颁发了第二道圣旨 让美国陆军总司令斯科特 带兵清理国会里的乱臣贼子 只不过 这封圣旨依然被无视掉了 忍无可忍的皇帝陛下 连夜撰写了第三条圣旨 宣布即可解散美利坚合众国 成立美利坚帝国 只不过这条圣旨因为太过出格 连旧金山的市民都选择了无视 从这些事情上来看 诺顿衣室好像就是个 徒有其表的空架子 其实不然 旧金山市民对皇帝陛下 可以说是爱戴有加 诺顿衣室每天都会穿着自己的黄袍 巡视自己的国土 每当看到有什么公共设施损坏 或者是道路被破坏 都会赶紧让专业人士前来修理 有时候看到垃圾没被清理 他还会亲自整理 在皇帝陛下的引领下 旧金山的城市建设 丝毫不差于首都华盛顿 而且当看到有人发生争吵时 皇帝陛下也会上前劝说 大家一般都会选择 给皇帝陛下这个面子 所以旧金山也算是 天子奖下的守善之地了 在诺顿衣室的不懈努力下 旧金山市民们突然发现 有一位皇帝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好 心态上也从原本的玩闹 变成了真正的尊敬 甚至还给予了他一些特权 比如皇帝陛下在看到 有人做出不养的行为时 可以要求那个人 上交25美元的罚款 不过诺敦一世 很少行使自己的这个权利 到后来甚至有市民 为了让皇帝陛下过得好一点 主动做出一些措施 此外 皇帝陛下如果实在国库空虚 还可以自己发行债券 面值从5美元到10美元不等 且每次都会及时赎回 在旧金山 皇帝陛下的债券比美元都好时 而且 这些债券如果保存至今 最便宜的一张都要上万美元 1870年 旧金山进行人口普查 诺顿一世的职业一栏 公然写着皇帝 然而 不仅是旧金山市民没有反对 连美国政府都默认了他的这个身份 由于皇帝陛下 其余政务 一直没有举妻 旧金山市民们还自发地为他选飞 思来想去 他们觉得只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才配得上自己的皇帝 事后 诺顿一世还真的写过几封情书给维多利亚 只不过都没有收到回信 当时 有记者将这件事告诉给了俄国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 论他有什么看法 沙皇虽然没有听过诺顿一世 但还是礼貌性地送出了自己的祝福 然而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王朝 再伟大的人也都有离开了一天 1880年1月8日 年近70的诺顿一世 接受了加州科学院的邀请 准备前去演讲 然而 当他路过圣玛丽大教堂时 却突然缓缓地倒了下去 一旁的市民震惊地看着诺顿一世倒下 疯狂地呼叫忍住 然而 等皇帝陛下被送到医院时 却已经驾崩了 经法医鉴定 诺顿一世的死因是出血性中风 而且大脑完全正常 他并不是一个疯子 人们在清点他的遗产后 还惊讶地发现 尽管诺顿一世贵为美国皇帝 全部身家 却只有一枚2.5美分的金币 四根手杖 三顶帽子 一把旧军刀 和十二张尚未使用的债券 一生极为清廉 1880年1月10日 诺顿一世正式下葬 旧金山的数万名市民 无论身份 无论年龄 全都自发前来 为他们的皇帝陛下送行 四日 旧金山发生日全时 仿佛上帝也在为 诺顿一世的离去感到悲伤 事后 传记作家威廉·德鲁伊 用这样一段话来评价诺顿一世 是旧金山靠陛下生活 而非旧金山养活了陛下 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你是如何看待 这位诺顿一世的一生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 点赞 转发 三连一下 一起了解更多国外大佬的神奇故事 请不吝点赞